尴尬 皆是解冠军神话不在 歌手花晨鱼改编双解冠在夺冠 歌手第五期昨晚播出 踢馆歌手KZ夺冠让人惊喜 笑身体蕴含无限潜力 要知道JSJ可是三连馆 五位踢馆歌手一个比一个强 现在杰士杰已经成了千年老二 说杰士杰要打其他歌手的神话不在 你觉得他们的实力够强吗 这两天是歌手第六期第七期的录制时间 网上也纷纷传出嘉宾敬演歌曲 以及比赛结果 之前成功爆料赛国的大V再次透露第六期录制结果 第一 华晨宇 第二 杰士杰 第三 张韶涵 第四 汪峰 第五 李拳 第六 KZ 第七 苏施丁 综合两场比赛成绩 KZ 踢馆成功 苏施丁淘汰 不得不说 华晨宇厉厉害了 华晨宇此次演唱改编的是周杰伦的《双截棍》 花花的改编和创作能力是有目共睹的 期待这次华晨宇的表现 本来以为JesseJ要一路吊打的节奏 如今冠军神话不在 不知道最后冠军会花落谁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